台中才刚发生了酒驾撞死人的意外 昨天深夜高雄人舞区又男子酒驾肇事 还酿成了连环状 这一回是一个21岁的无姓男子 他昨晚酒后开车 看到了警方在领检 他心虚加速逃逸 过程中为了闪避机车 竟然逆向冲撞了一台轿车跟机车 而且还撞毁了冰龙滩以及住家的瓦斯管线 导致瓦斯外泄 这骑士的这个腿部也有骨折 原来肇事男子在后来被移送法办 然而其实高雄市警方 他们从星期一就开始进行了大执法 针对酒驾有加强取缔 在第一天就开出了43张的罚单 这等于是不到10分钟 就有一个人酒驾被抓 嫌见高雄人根本不怕 深夜11点多 一台白色轿车直接冲撞路旁店家 把门口交通锥撞离好几公尺远 而轿市驾驶又是喝酒开车 事发现场有瓦斯管线遭到撞断 弥漫浓浓瓦斯味 消防人员不敢大意 布水线持续洒水降低浓度 好几间店家遭受波及 路旁招牌东倒西歪 沿路散落车壳零件 白色轿车车头几乎全毁 吓坏附近民众 闯获的二十一岁五姓男子二十八号 深夜在人武区看到警方攔茶 心虚加速逃逸 过程中为了闪避机车 先是逆向冲撞一辆轿车和一名骑士 再去撞上路旁的檳榔灘和电箱 造成瓦斯味蟹 歧视腿部骨折 店员也被扑及而受伤 高雄黄信男子酒驾 撞死一家四口妈妈的车祸才刚发生 警方立刻加强执法 首日就开出四十三张酒驾罚单 警官取缔毫不手软 却还是有人无视法令酒后开车酿祸 全案依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 华市新闻消息 荣耗北徐晶一高雄报道